金庸武侠小说 以天图隆记 第三十回 东西永阁如参商 颇奖 东阳 音里唱了这几句小曲,接着又唱起歌来。 这一回的歌声却是说不出的诡异,和中途曲子魂不相同。 戏变歌声,此译也和小招所唱的相同。 来如流水系,势如风,不知何处来西,何所终。 他反反复复地唱着这两句曲子,越唱越低,终于歌声随着水声风声,消莫无踪。 个人想到生死无常,一人飘飘入室,只如江河流水,不知来自何处。 无论你如何英雄豪杰,到头来终于不免一死。 飘飘出室,又如清风,支支吹向何处。 丈母记只觉掌理赵敏的天职,寒冷如冰,微微颤道。 谢顺呼道,这首波斯小曲是韩夫人教她的。 二十余年前的一天晚上,我在光明顶上也曾听到过一次。 唉,想不到韩夫人绝情如此,竟会对着孩子痛下毒手。 赵敏问道,老爷子,韩夫人怎么会唱波斯小曲,这是明教的歌儿吗? 谢顺道,明教传自波斯,这首波斯曲子跟明教有些渊源,却不是明教的歌儿。 这曲子是两百多年前,波斯最著名的一位诗人,俄墨做的。 据说,波斯人哥哥会唱。 当日,我听韩夫人唱的这歌,颇受感触。 问其此歌的来历,他曾详细地说给我听。 其实,波斯大哲也忙涉涨授徒,门下有三个杰出的弟子。 额末常于文学,尼若摩善于正事,霍山武功精强,三人意气相投,相互誓约,他年霍夫与共,富贵不忘。 后来,尼若摩清云得意,坐到教主的手下,他两个就有钱来投奔。 尼若摩请于教主,受了霍山的官职。 额末不愿居官,只求一笔年金,以便禁居延袭,天文历数,饮酒淫施。 尼若摩依依依依从,相待甚厚。 不料,霍山雄心勃勃,不甘久居人家,阴谋叛变。 失败后,结党聚山,称为威震天下的一个宗派首领。 该派专以杀人为物,名为伊斯美良派。 当十字军之时,西域提起山中老人霍山之名,无不心惊色变。 其实,西域各国君王丧生于山中老人手下者,不计其数。 韩夫人言道,吉西海外有一大国,叫做英格兰。 该国国王爱德华得罪了山中老人,被他潜入行刺。 国王身中毒阵,幸得王后舍身救肤,吸取伤口中的毒液,国王方得不死。 霍山不顾旧日恩义,更遣人刺杀首相倪若摩。 首相临死时,口吟额莫诗句。 便是这两句,来如流水兮,势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了。 韩夫人又道,后来山中老人一派武功,为波斯明教中人习得,波斯三世武功怪异,料想便出于这山中老人了。 赵敏道,老爷子,这个韩夫人的信儿,倒像那山中老人,你待他仁至义尽,他却阴谋加害于你。 谢君叹道, 哎,诗人以怨报德,愿是行长的锦纳,启独生怪。 赵敏低头沉吟半赏,说道, 韩夫人位列名教四王之首,武功却不见高于老爷子呀,昨晚与波斯三世动手之际,他何以又不使千诛万毒手的毒招? 谢君叹道, 千诛万毒手,韩夫人不会使啊,死他这等绝色美人,爱惜容颜过于性命,怎肯练这门功夫? 张无忌,赵敏,赵敏,周直若,都是一争,心想,金花婆婆相貌丑陋,从她目前的模样瞧来,即使再年轻三四十岁,也绝技谈不上绝色美人四字,鼻低唇厚,四方脸蛋,耳大招风,这面形是绝技改变不来的。 赵敏,赵敏笑道,老爷子,我瞧金花婆婆,美不到哪里去呀? 谢信道, 什么? 紫山龙王美若天仙,二十余年前,乃是武林中的第一美人,就算此时年事已高,当年风姿仍当仿佛留存啊。 哎,我是再也见不到了。 赵敏听他说的郑重,隐约觉得其中颇有七条,这个丑陋勾搂的并殴,居然是当年武林中的第一美人,说什么也令人难以置信。 问道, 老爷子,你明镇江湖,武功之高,乃是不孝说的了,白眉英王自创教宗,于六大门派分庭抗礼,角逐争雄玉二十年。 轻易福王神出鬼没,那日在外安寺中威下于我,要回我的容貌,此后此之,常有余计。 金花婆婆武功虽高,鸡谋虽深,但要位列三位之上,未免不撑,却不知是何缘故啊。 谢迅道, 那是银二哥,韦斯蒂和我三人心甘情愿让他的。 赵敏道, 为什么? 突然咯咯一笑,说道, 只因为他是天下第一美人,英雄难过美人关,三位大英雄都甘心拜扶于石流群下吗? 他是藩帮女子,不拘尊卑之礼,心中想到,便肆无忌惮地跟谢迅开启玩笑来,谢迅进不着脑,叹道。 甘心拜扶于石流群下的,岂止三人而已。 其实,教内教外,叛阔戴启斯之青睐者,便说一百人,只怕也说得少了。 赵敏道, 带启斯,那便是韩夫人吗? 这名字好怪啊。 谢迅道, 他来自波斯,这是波斯名字。 张无忌,赵敏,周直若都吃了一惊。 齐声道, 他是波斯人吗? 谢迅启道, 难道你们都瞧不出来,他是中国和波斯女子的混种,头发和眼珠都是黑的,但高鼻深目,肤白如雪,和中原女子大意,一眼便能分辨。 赵敏道, 不,不,不,他是,他鼻头,瞇着一段小眼,跟你所说的大不相同啊,张公子,你说是不是? 张无忌道, 是啊,难道他也像苦头驼一样,故意自毁容貌吗? 谢迅问道, 苦头驼是谁? 张无忌道, 便是名教的光明又是范瑶。 当下将范瑶自毁容貌,到汝阳王府去卧底之事,简略地说了。 谢迅叹道, 范兄此举,苦心孤义,大有功于本教,实非常人所能啊。 唉,这一半也可说是出于韩夫人之所机啊。 赵敏道, 老爷子,你别卖关子了,从头至尾说给我们听听吧。 谢迅嗡了一声,羊头想天,出神了半赏,缓缓说道。 二十余年前,那时名教在杨教主图名之下,好胜兴旺。 这日光明顶上,突然来了三个波斯湖人,手持波斯总教教主的手书,叩见杨教主。 心中言道,波斯总教有一位敬善使者,原是中华人士,到波斯后,久居其地入了名教,颇见功勋,娶了波斯女子为妻,生有一女。 这位敬善使者,于一年前逝世,临死时,心怀故土,一命要女儿回归中华。 宗教教主尊重其义,遣人,将她女儿送来光明顶上,盼中卒名教善于照服。 杨教主自是一口答应,请那女子进来,那女子一进听堂,邓时满堂生辉,但见她,容色照人,明艳不可方物。 当下,向杨教主迎迎下拜之际,大庭上左右光明使,三法王,五散人,五行骑使,无不震动。 护送她来的三个波斯人,在光明顶上留了一宵。 一日遍及拜别,这位波斯艳女,戴喜斯,便在光明顶上住了下来。 赵明笑道,老爷子,那时你对这位波斯艳女,便深深钟情了,是不是? 不用害羞,老老实实地说出来吧。 谢迅摇头道,不,那时我正当新婚,和妻子及时恩爱,妻子又怀了孕,我怎会另声他念呢? 赵明欧了一声,暗悔失言,她知谢迅的妻儿均为成坤所杀,这时无意间提起,不免引起她的伤心。 忙道 对了,对了,怪不得韩夫人说,当年她嫁于银业先生,光明顶上人人反对,只有杨教主和你仍然待她很好。 想来,杨教主的夫人不但是为美人,而且为人厉害,将丈夫受得夫妇贴贴的。 谢迅道 杨教主慷慨豪侠,待起司的年纪,尽可做得她的女儿。 何况波斯总教教主托她照福,杨教主待她自是仁至义尽,绝无她面。 杨教主夫人是我师父成坤的师妹,是我师姑。 杨教主对夫人是十分爱重的。 成坤杀她全家,虽然在她心底仇恨欲久欲深,但是提到成坤的名字之时,她只淡淡的一言带过,便于说到一个常人无意。 赵明道 苦头头范瑶,据说当年是个美男子,他对戴喜斯,定是十分清新的了。 谢迅点头道 那是一见钟情啊,终于成为刻骨铭心的相思。 其实何止范兄如此,见到戴喜斯之美色而不动心的男子,只怕很少。 不过名教教归严峻,人人以礼自持,就有谁对戴喜斯至私目之尘时,也都是未婚男子。 哪是戴喜斯对任何男子都是冷落冰霜,丝毫不假辞色。 不论是谁对他稍露情意,便被他痛斥一顿,令那人羞愧无地,难以下台。 我时顾杨夫人有意撮合,想要他与范瑶结为夫妻。 戴喜斯一口拒绝,说到后来他竟当众横见自视,说到他是绝技不嫁人的,如要逼他婚嫁,他宁死不屈。 这么一来,众人的心都冷了。 过了半年,有一天海外灵蛇岛上来了一人,自称姓韩,名叫千叶,是杨教主当年仇人的儿子,上光明鼎来是被父亲报仇。 众人见这姓韩的青年貌不惊人,居然敢读上光明鼎来向杨教主挑战,无不哈哈大笑。 但杨教主却神色郑重,皆以大兵之礼,大牌延期的款待。 宴后将众兄弟说起情由,原来杨教主当年和他父亲一言不合动手,以一掌大九天手,击得他父亲重伤,跪在地下站不起身。 当时他父亲言道,日后必报此仇,只是知道自己武功已无法再进,将来不是叫儿子来,便是叫女儿来。 杨教主道,无论是女儿还是儿子,他必奉让三招。 那人道,招是不须让的,但如何比武,却要他子女显定。 杨教主当时便搭晕了,时过十余年,杨教主早没将这件事放在心上,哪知这信寒的,竟然遣他的儿子到来。 众人都想,善者不来,来者不善。 此人竟敢孤身上光明顶来,必有惊人的意义,但杨教主武功之高,即已说得上当事无敌,除了武当派张三丰真人,谁也未必胜着他一招办事。 这信寒的能有多大年纪,便有三个五个同时齐上,杨教主也不会放在心上的。 所担心的,只是不知他要出什么为难的题目。 第二天,那韩千叶当众说明昔日约言。 先把言语挤住杨教主,令他无从实言,然后说了题目出来,他竟要和杨教主同入光明顶的碧水寒潭中一决胜负。 他此言一出,众人进阶,紧得呆了,碧水寒潭冰冷赤骨,纵在盛下,也向来无人赶下,何况其实正当农冬。 杨教主武功虽高,却不识水信,这一下到碧水寒潭之中,不用比武冻也冻死了,烟也淹死了。 当时圣火厅中,清雄齐声彻责。 章母记道, 这件事当真为难的景,大丈夫一言即出,四马难追。 杨教主当年曾搭允过那姓韩的比武的方法,由他子女选择。 那韩千叶前辈选定水战,按理说,杨教主无法推脱呀。 赵明反握他手掌,捏了一捏,轻轻笑道。 是啊,大丈夫一言即出,自马难追,明教教主何等身份,岂能食言而肥,食信于天下,答应了人家的事,总当做到。 他这说话的是张无忌,再提一下二人之间的誓约,谢迅却哪里知道,说道。 正是如此,当日韩千叶朗生说道,在下孤身上的光明顶来,原没盼望能活着下山,众位英雄豪杰,尽可将在下乱刀分尸。 除了明教之外,江湖上谁也不会知晓,在下只是个无名小卒,杀了区区一人,有何足道? 各位要杀,上来动手便是。 众人一听,倒不能再说什么了。 杨教主呢,沉吟半赏,说道,韩兄弟,在下当年,确于令尊有约,好汉子光明磊落,这场比武是在下输了,你要如何处置,悉听尊便。 韩千叶手腕一番,亮出一柄金光灿烂的匕首,对准自己的心脏,说道。 这匕首是先父遗物,在下只求杨教主向这匕首扣上三个响头。 秦雄一听,无不愤怒,堂堂明教教主岂能受此屈辱。 但杨教主既然认输,按照江湖规矩,不能不由对方处置。 眼前情势已十分明白,韩千叶此番拼死而来,受了杨教主这三个头后,他势必立即以匕首往自己的心口一插,以免赐于明教群豪手下。 杨时之间大厅中尽无半点声息,光明左右使逍遥二仙,白眉英王英二哥,彭颖玉和尚等人,评诉君士足智多谋,但当此难题却也都是一筹莫展。 韩千叶此举,明明是要逼死杨教主,以写父亲当年重伤跪地之辱,然后自杀,便在这紧迫万分之际,戴起司忽然跃众而前,向杨教主道。 爹爹,他人生下了个好儿子,你难道没生个好女儿吗? 这位韩也为他父亲报仇,女儿就带爹爹接他招数,上一代归上一代,下一代归下一代,不可乱的辈本。 众人都是一恶,怎么他叫杨教主做爹爹? 但其会议,他冒充教主的女儿,那要解此困恶。 惊想,瞧他这番娇滴滴,肉不惊风的样子,不知是否会舞,就算会舞,也必不高,至于避水寒潭水战,更加不必谈起。 杨教主尚未回答,韩千叶已冷笑道,姑娘要大夫接招,一无不可,倘若姑娘输了,在下,仍要杨教主向先父的匕首扣三个头。 他眼见戴起司既美且弱,哪里将他放在眼下? 戴起司道,倘若尊家输了呢? 韩千叶道,要杀要剐,惜听尊辩。 戴起司道,好,咱们便去避水寒潭。 说着,当先便行。 杨教主忙摇手道,不可,此事不用你牵涉在内。 戴起司道,爹爹,你不用担心。 跟着便盈盈地拜了下去,这一拜,便算拜了杨教主为义父。 杨教主见他显得蛮有把握,而除此之外,实在亦无他法,只得听他主张。 当下众人一起来到山音的避水寒潭,其实北风正烈,直到潭边一站,已然寒气逼人,内地稍差的便已觉得不大受用了。 潭水早已结成了后冰,望下去避沉沉地,深不见底。 杨教主心想,不该要戴起司为他送命,昂然道,乖女儿,你这番好意,我心领了,我来接韩兄的高招。 说着,除下外袍,取出一柄单刀,他是决意望盘中一跳,从此不再起来了。 戴起司微微一叫,说道,爹爹,女儿从小在海边长大,金属水净。 说着,抽出长剑,飞身跃入坛中,站在冰上,剑间在冰上划了个静长两尺的圆圈,左足踏上擦的一声轻响,已踏见那块援冰,身子沉入了坛中。 骑驶海上寒风北来,浮动个人的衣衫。 谢信说道,当时避水寒潭之盼的挺起,今日回想,便如是昨日刚过的事一般。 戴起司那日穿了一身淡紫色的衣衫,他在冰上这么一战,当真胜如凌波仙子。 突然间,无声无息的破冰入坛,旁观群豪,无不惊异。 那寒天夜见到他入水的伸手,脸上狂傲之色瞪是收了,手指匕首跟着跃入了坛中。 那碧水寒潭色作深绿,从上面望不到二人相斗的情形,但这潭水不住地晃动。 过了一会儿,晃动渐停,但不久,潭水又激荡起来。 明教青豪都极为担心,眼见他二人下潭已久,在水里岂能长久停留。 又过一会儿,突然,一缕阴红的鲜血从绿悠悠的潭水中渗浆上来,众人更是忧急,不知是不是戴起司受了伤。 墓地里呼啦一声响,含血液从冰冻中跳了上来,不住地喘息。 众人见他先上,意气大惊,其问。 戴起司呢?戴起司呢? 只见他空着双手,他那柄匕首却插在他的右胸,两边脸颊上各划着一条长长的伤痕。 众人正惊一间,戴起司由似飞鱼出水从潭中跃上,长剑护身,在半空中轻飘飘地转了个圈子,这才落在冰上。 秦雄欢声大作,杨教主尚且握住了他的手,高兴地说不出话来,谁都料想不到,这位千娇百妹的一个姑娘,谁地功夫尽这般了得。 戴起司向韩千叶瞧了一眼,说道,爹爹,这人水性不差,念他为父报仇的孝心,对教主无礼之罪便饶过了吧。 杨教主自然搭运,命神医胡青牛替他疗伤。 当晚光明顶上大牌宴席,人人都说戴起司是名叫了大功成,若非他挺身出来解围,杨教主一世英明富于流水。 当下安排执司,杨夫人赠了他个紫山龙王的美好,和英王、狮王、福王三王并练。 我们三王心甘情愿地让他位列四王之手,他此日这场大功,可将三王过去的功绩都盖下去了。 后来我们三个护教法王和他兄妹相称,他便叫我谢三哥。 不料碧水寒潭这一战,结局仅大出个人意料之外。 韩千叶虽然败了,不知如何,竟然赢得了戴起司的芳心。 像是他每日前去探病,病塌之盼,英年生爱,从欠重情。 等到韩千叶伤愈,戴起司忽然秉明教主要驾驭此人。 各人听到这个讯息,有的伤心失望,有的恨愤填膺。 这韩千叶当日逼得本教自教主以下,人人狼狈万壮,本教的护教法王岂能驾驭此人。 有些脾气粗暴的兄弟,当面便出言无辱。 戴起司性子刚烈,杖剑站在听口,朗生说道,从今而后,韩千叶已是我的夫君,哪一位侮辱韩郎,便来试试紫山龙王的长剑。 众人见事已如此,只有恨恨而散。 他与韩千叶成婚,众兄弟中倒有一大半没去喝喜酒,只有杨教主和我感激他这场解为之德,处理助他排解,使他平安成婚,没出什么岔子。 但韩千叶想入明教,忠于反对的人太多,杨教主也不便过服众议。 施国不久,杨教主夫妇突然同时失踪,光明顶上人心惶惶,众人四下追寻之际,有一晚光明又是范瑶,竟见韩夫人戴起司从密道之中出来。 张无忌一领,道。 他从密道中出来。 谢俊道,不错,明教教规极言,这密道只有教主一人方能去的。 范瑶惊怒之下,上前责问。 韩夫人道。 我已犯了本教重罪,要杀要割,惜听尊便。 但晚群豪大会,韩夫人仍然只是这几句话,问她入密道去干什么,她说她不愿撒谎,却也不愿吐露真假。 问她杨教主去了何处,她说一概不知。 至于私入密道之事,一人做事一人当,多说无益。 按理,她不是自闻,便当自断一枝。 但一来,范瑶旧情不忘,竭力替她遮掩,二来,我在旁说情,群豪才议定,把她禁闭十年,以私挤过。 哪知戴起司说道,杨教主不在此处,谁也管不了我。 张无忌问道。 义父,韩夫人私进密道,却是为何? 谢迅道。 此事说来话长,教中只我一人得知。 当时大家疑心多半与杨教主夫妇失踪之事有关,但我立正绝无牵连。 光明顶圣国厅中,秦豪说了僵了,终于韩夫人破门出教,说道自经而后,再与中土民教没什么干系。 她是最先导出民教之人,即日与韩千叶飘然下风不知所踪。 此后,教中众兄弟寻觅教主不得,过了数年,为征教主之位,事情越来越糟。 白眉英二哥,尽又下了光明顶,自创天音一叫。 我苦苦相劝,他坚持不听,哥俩尽致翻脸。 二十余年前,王盘山天音叫杨刀李威,金毛师王赶去踢他场子,一来冲着屠龙宝刀,二来也为了出一口当年的恶气,存心要给英二哥下不了台,让他知道离开明教之后,未必能成什么气候。 哎,应日思智,却也未免太过意气用事了。 他长长的一声叹息之中,蕴藏着无尽心酸的往事,无数江湖风波,个人沉默伴赏,赵明说道。 老爷子,后来金花银叶,威震江湖,怎的明教中人都认他不出,那银叶先生自闭是寒千叶了,他又怎生中毒毕命。 谢迅道 这中间的经过情形,我便毫不知情了,将是他夫妇在江湖上行走之时,尽量避开的明教中人。 张无忌说道 不错,金花婆婆从来不与明教中人朝向,六大派围攻明教之时,她虽到了光明顶上,却不上风复原。 赵明沉吟道 可是紫山龙王自容绝世,怎能变得如此丑陋? 那又不是脸上有什么毁损? 谢迅道 猜想,她必是用什么巧妙法改议了面容。 韩夫人一声形式怪癖,其实内心有说不出的苦楚。 她毕生在逃避波斯总教来人的追寻,哪知到头来还是无法逃过。 张无忌和赵明奇问 波斯总教何事寻他? 谢迅道 这是韩夫人最大的秘密,本事不该说的,但我盼望你们回灵蛇岛去救他,却是非说不可了。 赵明经道 咱们再回灵蛇岛去,斗得过那波斯三世吗? 谢迅布达,自行叙述往事。 数百年来,中土明教的教主历有男子出任,波斯总教的教主却向来是女子,且是不出嫁的处女。 宗教经典中郑重规定,由圣处女任本教,以维护明教的神圣贞结。 每位教主接任之后,便即选定教中高职人士的三个女儿,称为圣女。 此三圣女领职立室,游行四方,为名叫立功积德。 教主逝世之后,教中长老聚会,会论三圣女功德高下,选定立功最大的圣女继任教主。 但若此三位圣女中,有谁师却真操,便当处以焚身之乏,纵然逃至天涯海角,教中也必遣人追拿,以为圣教真善。 他说到这里,赵敏师声道,难道那韩夫人便是总教三圣女之一? 谢迅点读道,正是。 当范瑶发见她私入密道之前,其实,我已先行发觉,韩夫人当我是知己,便将事实真相一一告知。 她在碧水寒潭中,与寒千叶相斗,水中肌肤相结,竟然情不自禁,日后病她相畏,终成冤孽。 她知总教,总有一日会遣人前来追查,只盼为总教立一大功,以赎罪迁。 她偷入密道,为的是找寻乾坤大挪移的武功心法,此心法总教失落已久,中土名教却尚有留存。 宗教遣她前来光明顶,其意变在于此。 张无忌啊的一声,隐隐约约的,觉得有什么事情颇为不妥,但到底合适,一时却想不明白。 只听谢迅道,韩夫人数次偷入密道,始终找不到这武功心法,我知其后郑重告诫,此事犯我教中大规,实难宽容。 赵明插嘴道,啊,我知道了,韩夫人破门出教,为的是要继续偷入密道,她既不是中土名教中人,再入密道便不受拘束了。 谢迅道,赵姑娘聪明得紧,但光明顶是本教根本重地,岂容外人任意来去。 当时我已猜到了她的用意,韩夫人下山之后,我亲自守住密道口,韩夫人曾私自上山三次,每次都见到我,这才死这条心。 谢迅思索片刻,问道,那波斯三世的福色和中土名教可有什么不同吗? 张无忌道,他们都身穿白袍,袍脚上也就有红色火焰,呃,白袍上滚着黑边,这是唯一的小小不同。 谢迅一拍船前,说道, 是了,宗教教主逝世,其余之人以黑色为藏福,白袍上相以黑边,那是福藏。 他们要全力新教主,是以万里迢迢地来到中土,追查韩夫人的下落。 张无忌道,韩夫人既是来自波斯,必当知晓波斯三世的怪异武功,怎得不到一招,便给他们制住了。 赵敏笑道,你笨子了,韩夫人是假装的,她要掩饰自己的身份,自不能露出懂得波斯派武功。 以我猜想,谢老爷子,倘若听从波斯三世的言语,下手杀她,韩夫人当有脱身之计。 谢迅摇头道, 他不肯显示自己身份,那是无措,但说被波斯三世打中穴道之后,立即能够脱身,却也未必。 他宁可被我一刀杀死,不愿遭那烈火焚身之苦啊。 赵敏道, 我说中土名教是邪教,哪知波斯名教更加邪得可以,为什么定要处女来做教主? 为什么要将施贞的圣女烧死? 谢迅撤道, 小姑娘胡说八道,每个教派都有历代相传的规矩疑点,和尚尼姑不能婚嫁,不可吃婚,那也不是规矩吧,什么邪不邪的? 突然间,咯咯声响,鹰尼,牙齿,呼唧不住的寒颤。 张无忌一摸她的额头,却扔十分的烫手,显示寒热焦功,病逝极重。 说道, 义父,孩儿也想回灵舌岛去,鹰姑娘伤势不亲,非密要救治不可。 咱们尽力而为,便救过的韩夫人,也当救了鹰姑娘。 谢迅导 不错,这位鹰姑娘对你如此情深义重,也能不救啊,周姑娘,赵姑娘,你两位意下如何? 赵敏道 鹰姑娘的伤是要紧的,我的伤是不要紧的,赴回灵舌岛,去那怎么成? 周芷若淡淡的道 老爷子说回去,大家便回去。 张无忌的 须带大步散尽,见到星辰,始变方向。 义父,那流营使连番两个空心筋斗,却能以圣火令伤我,那是什么缘故? 当下两人研讨波斯三十武功的家术,赵敏所学甚薄,偶尔也参卓所见,但团论半天,始终猜不到三人联手功夫的药职所在。 海上大雾直至阳光初来方赛。 张无忌道 咱们自北方向着东南而来,该下该当向西北划去才是。 他和谢迅、周芷若、小昭四人轮流划船,海上操舟、波涛、冲涛破浪时非一事。 好在张无忌和谢迅固然内力深厚,周芷若和小昭也有相当的修为。 颁奖划船只当是锻炼武功,一连数日一夜孤舟,不停地向西北划去。 这几日中,谢迅皱进了眉头,苦苦思索波斯三十怪异的武功,除了向张无忌询问几句以外,什么话也不说。 到了第六天傍晚,谢迅忽然仔细地盘问周芷若所学的峨眉派武功。 周芷若据实以答,两人一问一答,直谈到深夜。 谢迅神情之间甚是失望,说道。 少林、武当、峨眉三派武功,均和九阳真金有关,和无忌所学一般,都偏于阳刚一路。 倘若张三峰征人在此,以他阳刚阴柔无所不包的波大武学,而与无忌连少,那么阴阳配合,当可击派波斯三十。 但远水救不了近火,韩夫人如落入波斯三十手中,那便如何是好呢? 周芷若忽然问道,老爷子,听说百年前武林之中,有些高人精通九阴真金,可有这件事吗? 张无忌在武当山上,曾听师父说习过九阴真金之名,知道,峨眉派创派祖师郭湘女侠之父郭晋、神雕大侠杨过等人,都会九阴真金上的武功。 但经中功夫太过艰难,郭湘虽是郭晋的亲生女儿,且也未能学得。 听周芷若问起,心想。 难道,他峨眉派的创教祖师,竟然也传下了一些九阴真金上的功夫吗? 谢进道 故老相传是这么说,但谁也不知真假。 听前辈们说的神乎奇迹,当今如果当有谁学的这门古功,和无忌联手应敌,波斯三十自是应手而除啊。 周芷若恩的一声,便不再问。 赵敏问道,周姑娘,你峨眉派有人会这门武功吗? 周芷若道,峨眉派若有人聚此神功,先师也不会丧身于万安寺中了。 灭绝师太所已逝世,根源出于赵敏,周芷若对他痛恨已极,日日夜夜风雨同舟,却从来跟他不交易于。 此刻赵敏正面相寻,便顶撞了他一句。 他性格温文,这般说话已是生平对人最不客气的言语了。 赵敏却不生气,只笑了一笑。 张无忌不住手的板奖,忽然望见远处叫道,瞧,瞧,那边有火光。 各人顺着他眼光望去,只见西北角上海天相接之处,微有火光闪动。 谢迅虽无法瞧见,心下却和众人一般的惊喜,抄起木匠,用力划船。 那火光望去不远,其实在大海之上,相隔有数十里之遥。 两人划了大半天,才渐渐地接近。 张无忌见火光所起之处,秦山总立,正是临舌岛。 说道,咱们回来了,谢迅猛地里哀忧一声叫了起来,说道,为什么临舌岛火光逐天? 难道他们要焚烧韩夫人吗? 只听着咕咚一声,小招摔倒在船头之上。 张无忌吃了一惊,纵身过去浮起,但见他双目紧闭,亦然晕去,忙拿捏他人中血道将他救醒,问道。 小招,你怎么了? 小招双目含泪,说道。 我听说,要将人活活烧死,我,我,心里害怕。 张无忌安慰道,这是谢老爷的猜测,未必真是如此,就算韩夫人落入了他们手中,咱们历时赶去,多半还能赶得及相救。 小招抓住他的手,求肯道。 公子,我求求你,你一定要救韩夫人的性命。 张无忌道。 咱们大伙儿尽你而为。 说着,回到船尾,提起木匠,鼓动内劲,划得比钱更快了。 小招抓起木匠,虽是双手发颤,却奋力划水。 赵敏呼道。 张公子,有两件事,我想了很久,始终不能明白,要请你指教。 张无忌听他忽然客气起来,起道。 什么事儿? 赵敏道。 那日,在绿柳庄外,我遣人攻打另外族杨左使各位,是这位小招姑娘,调遣人马抵挡,当真是强将手下吴若兵。 明教教主,手下一个小小丫鬟,居然也能有这能耐,真是奇了。 谢迅插口问道,什么名叫教主? 赵敏笑道。 老爷子,这时候跟你说了吧,你那位义尔公子,乃是堂堂名教教主,你反倒是他的属下。 谢迅将信将信将疑,一时说不出话来,赵敏便将张无忌如何出任教主之事简略地说了一件,但许多细节他也不知。 张无忌被谢迅问得紧了,无法再瞒。 直北说了六大派如何围攻光明顶,自己如何在密道中获得乾坤大挪移兴法等情。 谢迅大喜站起身来,便在传仓之中拜道,说道。 属下惊毛狮王谢迅参见教主。 张无忌忙跪道还礼,说道。 义父不必多礼,杨教主一命,请义父赞赦教主职位。 孩儿正苦于不克负负重任,天信义父无恙归来,实施本教之福啊。 咱们回到中土之后,教主之位原是要请义父接任的。 谢迅黯然道。 你义父虽得归来,但双目已瞎,无恙两字是说不上的了。 明教的首领岂能有失明之人担任。 赵姑娘,你心中有哪两件是不明白啊? 赵敏道。 我想请问小赵姑娘,那些奇门八卦阴阳五行之术是谁教的? 你小小年纪怎的会了这一身出奇的本事? 小赵道。 这是我家传武功,不止晋祝娘娘一笑。 赵敏又问。 领尊是谁,女儿如此了得,父母必是名闻天下的高手。 小赵道。 家父埋名隐姓,何劳郡主动问,难道你想削我几根指头,逼问我的武功吗? 他小小年纪,口头上对赵敏竟丝毫不让,提到消耻之事,更显然意欲挑起周芷若,敌凯同仇之心。 赵敏笑了笑,转头向张无忌道,张公子,那晚,咱们在大都小酒店中第二次聚会。 苦头佩,苦头佩半疗,前来像我作别,他见到小赵姑娘之时,说了两句什么话呀? 张无忌早将这件事忘了,听他提起,想了一会儿,才道。 苦大师好像是说,小赵的相貌很像一个他相识之人。 赵敏道 不错 你猜苦大师说小赵姑娘像谁 张无忌道 我怎能猜得到 说话之间小船离灵蛇岛更加近了 直电岛西一排排的停的大船 每张白帆上都会会了个大大的红花火焰 帆上都悬挂黑色飘带 张无忌皱眉道 波斯总教劳师动众 派来的人可不少啊 赵敏道 咱们划到岛后 简恶隐蔽着所在登陆 别让他们发现了 张无忌点点头道 是 刚划出三四丈 突然间大船上号角呜呜 跟着砰砰两声 两枚炮弹打将过来 一枚落在船左 一枚落在船右 击起两条水柱 小船巨晃 几乎便要翻转 大船上有人叫道 来船快划过来 如若不听将令 立时轰尘 张无忌 张无忌暗暗叫苦 咱们上去 相机夺船 谢迅摸到绳堤 第一个爬上大船 周执若一言不发 俯身抱几英里 从绳堤攀上船去 跟着便是小招 张无忌抱着赵敏 最后一个攀上 直线船上一干人 各个黄发碧眼 身材高大 军事波斯湖人 那流云时等三时 却不在其内 一个会说中国话的 波斯人问道 你们是谁 到这里来干什么 赵敏道 我们飘洋遇险 坐船沉没 多蒙相救 那波斯人将信将疑 转头像坐在甲板正宗椅上的 首领说了几句波斯话 那首领向手下 吉里咕噜的吩咐几句 小招突然纵身而起 发掌便向那首领击去 那首领一惊 闪身避过 抓起座椅便向小招砸来 张无忌没料到 小招这么快便及动手 身形一侧七上三尺 身指将那首领点倒 船上数十名波斯人 瞪之大乱 纷纷抽出兵刃围了上来 这些人虽然均有武功 但与风云三世相去可就极远 张无忌右手扶着阴犁 左手东点一指 西拍一掌 谢迅使开屠龙刀 周指若挥动长剑 再加上小招身形灵动 片刻之间已将船上数十名波斯人料理了 十余人被砍翻在甲板之上 七八人堕入海中 余下尽数被点中的穴道 煞时之间 海旁呼喊声号角声乱成一片 其余波斯船只靠着过来 船上人众便欲涌上相动 张无忌提起那波斯首领 跃上横横 朗声叫道 谁敢上来 我便将此人一掌劈死 只听得客船上众人大声呼喊 张无忌虽一句也听不懂 但见无人跃上船来 向来所情之人颇有身份 对方心存顾忌 一时不敢来功 张无忌跃回甲板 刚放下那个首领 墓地里背后争的一声响 一件兵刃砸了过来 急忙侧身将臂 反脚踢出 迎面一根圣火令击到 左侧又有一根横掠而至 张无忌暗暗叫苦 心想风云三是来得好快 叫道 大家退入船舱 提起那个首领 往一根圣火令上迎去 辉月使急忙收令 但收招急促 下盘露出空隙 张无忌一腿扫去 险些踢中了他的小腹 刘云妙风凉使自旁急功 迫使张无忌这一腿未能踢实 拆到第九招上 妙风使左手圣火令斜击甩上 招数怪异无比 堪堪便要点向张无忌的小腹 张无忌将那波斯首领的身子一沉 妙风使这一招使得古怪 张无忌这一下却也极是巧妙 只听得啪的一声响 这一记圣火令正好打在了那波斯人的左夹之上 风云三使齐声惊呼 脸色大变 同时向后跃开 交谈几句波斯话 突然攻身向张无忌手中的波斯人行礼 神色极是恭敬 跟着便及退回 呼听的号叫声此起彼落 一艘大船缓缓地驶到 船头上插了十二面绣金大旗 船头上设着十二张虎皮胶椅 有一张空着 其余十一张均有人乘坐 那大船驶到近处便停住了 赵敏见空着的那张虎皮胶椅排在第六 心念一动 说道 咱们抓到了此人和大船上那十一人福色相同 看来是他们十二个大首领之一 他位居第六 谢进道 十二个大首领 嗯 总叫十二宝树王齐来中途 非同小可啊 赵敏问道 什么十二宝树王 谢进道 波斯宗教教主座下 共有十二位大经师 称为十二宝树王 身份地位相当于中土名教的四大护教法王 这十二大宝树王 第一大圣 第二者智慧 第三者常圣 四者掌火 五者勤修 六者平等 七者信心 八者正恶 九者正直 十者功德 十一齐心 十二具名 只是十二宝树王 以经言教义 经运经典为主 听说不一定武功高强 这人位列第六 那么是平等宝树王了 张无忌在尾干边坐下 将平等王横放在膝盖之上 这人即在波斯宗教中地位极高 自己一干人脱险求生 是非着落在他的身上不可 扶手见他左夹高高肿起 幸好非致命之伤 像是妙峰士一令即出 以之不对 急忙收礼 加之这人也有相当的内功 颇有抵御之尽 周芷若和小昭 收拾甲板上的重波斯人 将以死的使手搬入后舱 为此的一一排骑 只见十余艘波斯大船 自驾围住 各船上的大炮 对准了张无忌等人的坐船 每一艘船 船舰上都站满了波斯人 火把照应下 刀剑闪烁 密密麻麻的 不知有多少人 张无忌暗暗心惊 别说各船开炮攻击 这成千成百人 一勇而上 自己便有三头六臂 也是难以抵挡 纵能仗着绝顶武功脱困 但无论如何 不能保护的旁人的周全 阴里和赵敏身上有伤 更是危险 只听的一名波斯人 以中国话朗声说道 京毛师王听了 我总教十二宝树王 聚在此间 你得罪总教之罪 诸宝树王宽于赦免 你速速将船上诸位 总教教友献出 自行开船去吧 谢迅笑道 谢某又不是三岁小儿 我们一放俘虏 你们船上的大炮 还不轰僵过来吗 那人怒道 你就算不放 我们的大炮便不能轰吗 谢迅沉吟道 我有三个条件 贵帮答应了 我们便恭送这里的 总教教友上案 那人道 什么条件 谢迅道 第一 此后 总教和中土名教 相亲相近 互不干扰 那人道 嗯 第二呢 谢迅道 你们放戴起司过船 免了他的失真之罪 此后不再追究 那人怒道 此事万万不可 戴起司办了总教大规 当遭焚身之刑 跟你们中土名教 有什么相干 第三件是什么 谢迅道 谢迅道 你第二件也不能答应 何况再说第三件 那人道 好 这第二件事就算忍了 第三件不妨说来听听 谢迅道 这第三件 那可一般之志 你们派一艘小船 跟在我们的座船之后 驶出五十里后 我们借你们不派大船追来 便将俘虏放入小船 任由你们劫走 那人大怒 喝道 胡说九道 胡说九道 谢迅等都市一争 不知他说些什么 赵敏笑道 此人学说中国话 可学得稀松平常啊 他以为 胡说八道 多一道 那便更加荒唐了 谢迅和张无忌意想不错 虽然眼前局势紧迫 却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这位在胡说八道上 加了一道的人物 乃是珠宝树王中 位居莫座的 巨名宝树王 他听着谢迅等嬉笑 更是恼怒 一声呼哨 和位列第十一的 齐心宝树王 纵身跃上传来 张无忌抢上前去 左掌往齐心王胸口推去 齐心王进不挡下 伸左手往他头顶抓下 张无忌眼看自己这一掌 要先打到他身上 哪知 巨名王从鞋刺里双掌推到 接过了他这一掌 齐心王的手指却直抓下来 张无忌向前急冲一步 方得避过 才知他二人攻守连守 便如是四手四脚之人一般 三人迅如奔雷闪电般的 拆了七八招 张无忌心下暗心 这二人比之风云三史稍有不及 但武功仍是十分的怪异 明明和乾坤大挪移的心法极为相似 可是一道使用出来 总是大为变形 全然无法琢磨 然以招数凛厉巧妙而言 却又演不起乾坤大挪移 似乎这二人都是疯子 偶尔学到了一些挪移乾坤的武功 学得既不到家又是神智昏乱 胡踢瞎打 常人反倒不易抵御 但两人联手之紧密 和风云三史如出一辙 张无忌勉力抵御 只占了个平手 预计再拆二三十招 方可占到上风 便在此时 风云三史奇声呼啸 又攻上传来 同时驱向平等王 只盼将他抢回 以折免失手激了他一令之罪 谢迅 举起平等王左右挥舞 画成一个个极大的圈子 风云三史 这次如何敢贸然期前 左驱右闪 将找寻空隙攻上 墓地里巨明王闷哼一声 重腿摔倒 张无忌俯身带要擒拿 流云使和辉月使双令其道 妙风使已抱起巨明王 跃回己传 这时齐心王和云月二世联手 配合已不如风云三世严谨 接连树河 眼见难以取胜 三人几声呼召 便及跃回 张无忌定着定神 说道 这一干人 似乎都学过挪移乾坤之术 偏又学得不像 当真难以应付 谢迅道 本教的乾坤大挪移心法 本是源于波斯 但数百年前传入中土之后 波斯本国反而失传 他们所留存的 据戴起司说 只是些不三不四的皮毛 因此才派他到光明顶来 想偷回心法 张无忌道 他们武功的根基甚是肤浅 果然只是些皮毛 但运用之际却又十分巧妙 显然中间 另有一个重大的关键所在 我没揣摇 我没揣摩着透 那挪移乾坤的第七层功夫之中 有一些我没练成 难道便是为此吗 说着坐着甲板之上 抱头苦思 谢迅等军不出声 生怕扰乱了他的思路 忽然间 小周哀呦一声惊呼 张无忌抬起头来 只见风云三十 压着一人 走到了十一宝树王之前 那人勾搂着身子 手撑拐杖 正是金花婆婆 坐在第二张椅中的智慧宝树王 向他贺问数语 金花婆婆侧着头 大声说道 你说什么 我不懂 智慧王冷笑一声 站起身来 左手一探 已接下了金花婆婆 顶上满头白发 露出乌丝如云 金花婆婆头一侧 向左臂让 智慧王右手拾无出 浸在他脸上 接下一层面皮下来 张无忌等看得清楚 智慧王所接下的 乃是一张人皮面具 刹那之间 金花婆婆变成了一个 夫如宁纸 性眼陶栽的美艳妇人 荣光照人 敦力难言 戴奇斯被他揭穿的本来面目 索性将拐杖一抛 只是冷笑 智慧王说了几句话 他便以波斯化对答 二人一问一答 但见十一位宝树王的神色 越来越是严重 赵敏呼道 小赵姑娘 他们说些什么 小赵流泪道 你很聪明 你什么都知道 却干什么 事先不阻止谢老爷子别说 赵敏奇道 阻止他别说什么 小赵道 他们本来不知金花婆婆是谁 后来知道他是紫山龙王了 但绝即想不到紫山龙王便是圣女戴奇斯 婆婆一番苦心 只怕能将他们骗倒 谢老爷子所提的第二个条款 却要他们释放圣女戴奇斯 虽是好心 可就瞒不过智慧宝树王了 谢老爷子目不见物 自不知金花婆婆装的多像 任谁也能瞒过 赵姑娘 你却瞧得清清楚楚 难道便想不到吗 其实赵敏听了谢迅在海上所说的故事 心中先入为主 认定金花婆婆便是波斯名教的圣女戴奇斯 一时可没想到 在波斯助人眼中 她的真面目却并未揭破 她戴要反唇相机 但听小赵语音十分悲苦 隐隐一料到 她和金花婆婆之间必有极不寻常的关联 不忍再出众言 知道 小赵妹妹 我确实没想到 若是有意加害金花婆婆 叫我不得好死 谢迅更是欠证 当下一句话也不说 心中打定了主意 宁可自己性命不在 也得相救戴奇斯出钱 小赵气道 他们则为金花婆婆 说她既嫁人 又叛教 要 要烧死她 张无忌道 小赵 你别着急 一有可乘之机 我便冲过去 救婆婆出来 她叫惯了婆婆 其实 此时瞧 紫山龙王的本来面目 虽已中年 但风姿炎然 时不简于赵敏 周直若等人 道自是小赵的大子子 小赵道 不 不 十一个宝树王 在家风云三十 你逗他们不过的 不过网自送的性命 他们这时 在商量如何夺回平等王 赵敏恨恨的道 哼 这平等王便活着回去 脸上 印着这几行字 愁也愁死了 张无忌问道 什么脸上印着字 赵敏道 那黄胡子使者的圣活令 一下子打中了他的左夹 啊 小赵 突然想起一事 问道 小赵妹子 你识波子字吗 小赵道 识的 赵敏道 你快瞧瞧 这平等王脸上印着的是什么字 小赵搬起平等王上身 侧过他的头来 只见他左夹高高肿起 三行波斯文 身印肉理 原来 每根圣活令上都刻着有文字 妙风使 物积平等王 竟将圣活令上的文字印在了他的肌肉上了 只是圣活令 着肉处不过两寸宽三寸长 缩印文字残缺不全 小赵跟随张无忌连入光明顶异道 曾将乾坤大挪移心法背诵几遍 虽然未得张无忌吩咐自己未曾习练 但这武功的法门却记得极除 其实张无忌在密道中练至第七层心法时 欲有疑问 跳过费解之处不练 小赵曾一一记诵 这时看了平等王脸上的文字不禁脱口而出 那也是乾坤大挪移心法 张无忌奇道 你说是乾坤大挪移心法 小赵道 不不 不是 我初始一见以为是了 却又不是 一成中国话意思是这样的 应左则前 虚右乃后 三须七时 无中生有 什么天方地缘 下面的看不到了 这几句聊聊十余字的言语 张无忌乍然听闻 犹如满天雾云之中 忽然间见到电光闪了几闪 虽然电光过后 私下里仍是一团漆黑 但这几下电闪 已让他在无理浓雾之中 看出了出路 口中难难念道 应左则前 虚右乃后 竭力想将这几句口诀和所习乾坤大挪移的武功配合起来 隐隐约约的似乎想到了 但似是而非 似是而非 终究不对 忽听着小招叫道 公子 刘神 他们已传下号令 风云三十 要来向你进攻 勤修王 震恶王 功德王三王 来抢平等王 谢俊 当即将平等王身子横举在胸前 把屠龙刀抛给张无忌 说道 你用刀 猛砍便是 赵敏也将以天剑交给了周芷若 此刻同舟共济 并肩迎敌要紧 张无忌接过屠龙刀 心不在焉的往腰间一插 口中仍在念奏 三须七十 无忠生有 赵敏急道 小呆子 这当儿可不是参想武功的时候 快预备迎敌要紧 一眼浦毙 勤修 震恶 功德三王已纵身过来 身掌向谢迅攻去 他三人生怕伤了平等王 是以不用兵刃指使全长 只要有一人抓住了平等王的身体 身子便可出力抢夺 周芷若 守在谢迅身旁 每逢世级挺剑便向平等王身上赐去 秦修王 郑厄王等 不得不出掌向周芷若相攻 以免他手中利剑 刺中了平等王 那边将张无忌又和风云三十斗在一起 他四人数次交手 各自吃过对方的苦头 谁也不敢大意 树河之后 辉越石一定打来 依照武学的道理 这一招必须打在张无忌的左肩 那只圣火令 在半途古里古怪的转了个弯 啪的一响竟打中了在他的后颈 张无忌一阵巨痛 心头却瞪时雪亮 大叫 应左则后 应左则后 对了 对了 顷刻间已然醒悟 风云三十所会的只不过是挪移乾坤第一层中的入门功夫 但圣火令上却另刻有诡异的变化用法 以致平天奇幻 他心愿一转之间 小赵所说的四句口诀已全然明白 只是天方地缘什么的还无法参悟 心想 其得看齐圣火令上的刻字 方能通晓波斯派武功的精药 他突然间一声轻笑 双手擒拿而出 三须七十 已将挥月时手中的两枚圣火令夺了过来 无中生有 又将流云时的两枚圣火令夺到 两人一待之际 张无忌已将四枚圣火令揣入怀中 双手分别抓向两人的后领 将两人制出 波斯群虎呐喊叫嚷声中 妙风使纵身逃回几船 此时张无忌明白了对方武功的诀窍 虽然所解的仍极为有限 但妙风使的武功在他眼中已全无神秘可言 右手一探已抓住他的左脚 硬生生地将他在半空中拉了回来 携手夺下了圣火令 举起他身子便往正恶王头顶砸落 三王大惊打个手势便急跃回 张无忌点了妙风使的穴道 置在脚边 他这下取胜来得突兀之志 顷刻之间便自下风转为上风 赵明等无不惊喜 其问缘由 张无忌笑道 若非阴差阳错 平等往脸上吃了这一家伙 那可糟糕得紧了 小赵 你快将这六根圣火令上的字 译给我听 快 快 个人瞧着六枚圣火令时 但见非金非玉 质地坚硬无比 六令长短大小各物相同 似透明非透明 令中隐隐似有火焰飞腾 实则是令至映光 颜色变幻 每一枚令上 刻的有不少波斯文字 别说参透其中深意 便是一解一遍 也得不少时光 但张无忌心知欲脱眼前之困 非探明波斯派武功的总缘不可 向周指若道 周姑娘 请你以以天剑架在平等王的井中 义父 请你以屠龙刀架在妙峰时的井中 尽量拖延时刻 谢迅和周指若点头答应 小赵拿起六枚圣火令 见最短的那一枚上文字最少 又是黑油油的最不起眼 便将其上的文字 一句句的意解出来 张无忌听了一遍 却一句也不懂 苦苦思索 丝毫不明其意 不由的大吉 赵明道 小赵妹子 你还是先解打过平等王的那根圣火令吧 这一言提醒的小赵 盲和对圣火令上的文字 见是刺长的那一根 当即一解其意 这一次张无忌却懂了十之七八 带的一根解完再解最长那一根时 张无忌只听着几句 祈祷 小赵 这六枚圣火令上的文字 越长得越浅 这一根上说的都是入门功夫 原来这六枚圣火令 乃当年波斯山中老人霍山所著 刻着他毕生武功的经药 六枚圣火令和明教同时传入中土 向为中土名教教主的令符 年生日久之后 中土名教已无人识的波斯文字 数十年前 圣火令为丐帮中人夺去 辗转为波斯商骨所得 富有流入了波斯名教 波斯总教钻研其上文字 数十年间 教中职奋教高之辈 人人武功陡进 只是 其上所祭武功博大今生 便是修为最高的大圣宝树王 也只学的三四成而已 至于乾坤大挪移心法 本是波斯名教的护教神功 但这门奇妙的武功 却不是常人所能修习 波斯名教的教主 规定又需由处女担当 百年间 接连出了几个庸庸碌碌的女教主 心法传下来的便十分有限 反倒是中土名教上流的权分 波斯名教以不到一成的旧传乾坤大挪移武功 和两三成新德的圣火令武功相结合 变成一门古外奇鬼的功夫出来 张无忌盘膝坐在船头 小赵将圣火令上的文字 一句句的溢于他听 这圣火令中所包含的武功 原来奇妙无比 但一法通万法通 诸般深奥的学问到了极处 本是殊途同归 张无忌身名九阳神功 挪移乾坤 以及武当派太极拳的权力 圣火令上的武功虽其 揪不过是旁门左道之学 而打雨巅峰而已 说到洪广精深 远远不及上述三门武学 张无忌听小赵一丸六枚圣火令上的文字 创处间只记得了七八成 所明白的也只五六成 但仅此而言 宝树诸王和崩云三十所显示的功夫 在他眼中已是了如指掌布置一晒了 时光一刻一刻的过去 他全心全意的浸润于武学的钻研之中 无暇顾及身外之物 但赵敏和周芷若等却焦急万壮 眼见戴启斯手脚之上都加上了镣铐 眼见十一宝树王记头秘义 眼见十一王脱甲成袍换上软甲 眼见十一王的左右乘上十一件骑形怪状的兵器 眼见前后左右一舟舟船上排满了波斯胡人 眼见这些胡人弯弓搭箭将箭头对准了自身 眼见十名波斯人手指辅着 跳入水中 只待首领定下 便来凿沉几方的坐船 只听着居中而坐的大圣宝树王大喝一声 四面大船上鼓动雷响 号角齐鸣 张无忌吃了一惊 抬起头来 只见十一宝树王各批灿烂声光的金甲 手指冰刃跳上船来 谢迅和周芷若分指刀剑 架在平等王和妙峰时的井中 十一王见此情景 跳上船头之后 却也不敢辨此逼近 还成半月形 虎视眈眈 伺机而动 周芷若 赵明等 见这十一王形象真宁 身材高大 心下都甚是害怕 智慧王以中国话说道 儿等快快送出我帮教友 便可饶而等不死 这几个教友在五人眼中 犹如猪狗一般 儿等用刀架在彼人井中 又有何用 儿等有胆 尽可将彼人杀了 波斯圣教之中 此等人成千成万 杀之一两个有何足夕 赵明说道 儿等不必口出大言 欺骗五人 五人之习 这二人 一个乃平等宝树王 一个乃妙风使 在儿等名教之中 地位甚高着 儿等说彼人 犹如猪狗一般 而言差矣 大大之差矣 那智慧王所说的中国话 是从书本上学来 儿等彼人云云 大为不伦不类 赵明模仿他的声调用语 谢迅等听了 虽然身处微信 却也忍不住的微笑 智慧王眉头一皱 说道 圣教之中 共有三百六十位宝树王 平等王 排名第三百五十九 五人有识者一千二百人 这妙风使武功平常 毫无用处 而等快快将彼人杀了 赵明道 很好 很好 手指刀剑的朋友 快快将这两个无用之人杀了 谢迅道 遵命 举起屠龙刀 呼的一声 便向平等王的头顶横披过去 众人惊呼声中 屠龙刀从他头顶掠过 继头盖不到半寸 大片头发切削下来 被海风一吹 飘浮空中 谢迅手臂一提 左一刀 右一刀 向平等王两肩砍落 眼看每一刀 均要切掉他的一条臂吧 但刀锋将要急身 便手腕微偏 将他双臂衣袖切下了一片 这三下硬砍猛批 部位尽如此准确 别说是盲眼之人 便双目完好 也极为难能 平等王死底逃生 吓得几欲晕去 十一宝树王 风云三时 目瞪口呆 瞧舌不下 赵明说道 而等已见识了中土名教的武功 这位金毛侍郎 在中土名教中排名 第三千五百零九 而等倘若 势众取胜 中土名教日后必去波斯报仇 早当而等总谈 而等必定抵挡不住 还是及早两下言和的为事 智慧王明知赵明所言不实 但一时却也无计可施 那大圣宝树王忽然说了几句话 小赵叫道 张公子 他们要着船了 张无忌心中一灵 倘若坐船沉了 诸人不识水性 非束手成行不可 身形一晃 已欺到了大圣王的身前 智慧王贺道 而干什么 两旁 功德王和掌火王手中的一颠一锤同时砸僵下来 此时张无忌早已熟识波斯派的武功 不左不闪 双手伸出 已抓住了两王的咽喉 只听着当的一声响 功德王的铁鞭和掌火王的八角锤相互撞击 火花飞溅 两人已被他抓住咽喉要穴 横拖倒拽的拉了过来 混乱之中 张无忌连环踢出四腿 两脚踢飞着齐心王和正恶王手中的大砍刀 又两脚将秦秋王和巨明王踢入水中 只见一个身形高瘦的宝树王扑降过来 双手各执短剑刺向张无忌的胸口 张无忌又飞起一脚踢他手腕 那人双手突然交叉 刺向张无忌的小腹 这一招变得灵动之急 张无忌急忙跃起 方使避过 原来此人是长盛宝树王 于波斯总教十二王中武功第一 张无忌捏毙了功德王和掌火王的穴道 将两王抛入船舱 柔升而上 和长盛王手中的双剑搏击 此人虽然同是十二王之一 但武功之强与渝王大不相同 张无忌攻三招 守三招 三进三退 暗暗喝彩 好一个了得的波斯胡人 他明白了圣火令上的武功心法之后 未经练习 便遭逢强敌 当下一面记忆思索 一面和长盛王搏斗 最初十余招间 仗着内力深厚 招数巧妙 保持个不胜不败之局 到了二十余招后 圣火令上的秘诀 用在乾坤大挪移功夫上 越来越是得心应手 长盛王号称长盛 生平从未遇过对手 此刻却被对方克制的束手束脚 那是从所未有之事 又是惊异 又是害怕 逗到三十余招 张无忌踏上一步 呼得在甲板上一坐 已抱住了长盛王的小腿 这招怪异的法门 原为圣火令上所记 但已是极高深的功夫 长盛王虽然知道 却从不敢诱 张无忌一抱之下 食指扣住了他小腿上的中都 驻兵两穴 都是中途武功的拿穴之法 长盛王只觉下半身酸麻难动 长叹一声束手就擒 张无忌呼起爱才之念 说道 而等武功甚佳 与保全尔的英明快快回去吧 说着双手放开 长盛王又是感激又是羞愧 越回坐船 大盛王见长盛王苦战落败 功德王和掌火王又失陷敌手 就算将敌人坐船凿 投鼠忌器 平等王等四人非丧命不可 当下一声号令 呼召众人 回归己方坐船 赵明朗声说道 尔等快快将戴起司送上船来 答应金毛狮王的三个条件 余下九名保树王低声商议了一阵 智慧王道 要答应尔等条款 也无不可 这位年轻公子的武功 明明是武人波子一派 比从何处学得 武人有点不明不白 赵明忍住了笑 庄荣说道 尔等本来不明不白 不清不楚 不甘不尽 不三不四 这位年轻公子 是本教光明使 坐下的第八位弟子 他的七位师兄 七位师弟 不久便到 那时候 彼等七上八落 尔等便不以乐乎 呜呼哀哉了 智慧王本极聪明 但华语奸深 赵明的话 他只懂得七八成 请知他在大吹法罗 威衣沉吟 便道 好 将戴启斯送过船去 两名波斯教徒 驾起戴启斯 送到张无忌的船头 周芷若常见一正 钉钉两身 邓时将他手上的镣铐切断了 那两名波斯教徒 见此件如此锋利 下得打个寒战 急忙跃回船去 智慧王道 尔等快快开船 回飞中途 五人指派小船 跟随尔等之后 张无忌抱拳说道 中途名叫 袁出波斯 而我 情若兄弟 今日一场误会 禁盼各位不可介意 日后请上光明鼎来 双方 悲酒言欢 得罪之处 兄弟在这里谢过了 智慧王哈哈笑道 而武功甚佳 武人其事佩服 学而实习之不以岳夫 有朋至远方来不以岳夫 七上八落不以岳乎 张无忌等 起初听他调了两句书包 心想此人居然知道孔子之言倒是不易 不料接下去 竟是学着赵敏说过的两句话 忍不住都大笑起来 赵敏道 儿的话说得很好 儿的话说得很好 人之异于波子 人者 几兮 祝儿等 多福多寿 来个来腔 获言千考 无疾而终 智慧王懂得 多福多寿 四字的意思 料想下面的 也均是 助导之词 笑音音的连声说道 多谢 多谢 张无忌心想 赵敏说得高兴起来 不知还有多少刁钻古怪的话要说 身居虎狼之群 夜长梦多 还是急早脱离险境为事 当下拔起铁矛 转过船舵 车起风帆 将船缓缓地驶了出去 四周船上的波斯人 见他起矛 撤班 一个人做了十余名水手之事 神力惊人 紧急喝彩 只见一艘小船 抛了一条缆锁过来 张无忌将那缆锁附在后烧 拖了小船渐渐远去 小船中坐着二人 一男一女 正是流云使和辉悦使 张无忌长着船舵 向西行使 见波斯各苏大船并不追来 驶出树里 远眺灵蛇岛旁 诸船 以小步一尺 仍然停着不动 这才放心 当下要小招过来掌舵 到舱中查看阴璃的伤势 见他 雾渍迷迷糊糊的 半睡半醒 虽然未见好转 病情 却也并没有更恶 心想 待会 在这波斯大船之中 或可寻到药物 戴启斯 站在船头 掩望大海 听到张无忌走上甲板 却不回头 张无忌见他背影妙慢 秀发飘浮 后颈 孵若白玉 谢迅说他当年 乃武林中第一美人 此言当真不虚 遥想光明顶上 避水谈判 紫山如花 常见圣雪 不知倾倒了多少英雄豪杰 航道傍晚 算来离灵蛇岛 已近百里 向东望去 海面上并无片番之影 波斯总教 显示在要挟之下 不敢追来 张无忌道 义父 咱们可放了他们吧 谢迅道 好吧 他们便是要追 也追不上了 张无忌解开 平等功德 掌火三亡 及妙风使的穴道 连声致歉 放他们 跃入拖在船烧的小船中 妙风使道 这圣火六令 是五人掌管 失落后 其罪悲小 也请一臂交还 谢迅道 圣火令 是中土明教主的令符 今日物归原主 如何能再让你们截去 妙风使叙叙不休 奸要讨还 张无忌 心想今日 须得折服其心 免得日后更多后患 说道 我们便交还于你 你本领太低 还是无法保有 与其被外人夺去 还是存在明教手中的好 妙风使道 外人怎能随便多去 张无忌道 你若不信 那就试试 将六根圣火令交给了他 妙风使大喜 刚说的一声多谢 张无忌 左手倾勾 右手一引 一将六根圣火令 一起夺了过来 妙风使大吃一惊 怒道 我尚未拿文 这个不算 张无忌笑道 再试一次 那也无妨 又将圣火令还了给他 妙风使先将四枚圣火令 揣入怀中 手中直了两根 见张无忌出手来夺 左手一令 往他手腕上砸僵下来 张无忌手腕一翻 已抓住了他的右臂 拉着他手臂迎僵上去 双令交击 争的一声响 震得人心筋摇动 张无忌浑厚的内力 从他手臂上 传僵过去 这一击之下 妙风使两臂酸痛 全身乏力 便如瘫痪 撤手将圣火令 抛在了甲板之上 张无忌先从他怀中 取出四枚圣火令 又拾起甲板上的两枚 说道 如何 是否再要试一次 妙风使 脸如死灰 难难的道 你不是人 你是魔鬼 你是魔鬼 几步 带要跃入小船 但一个亮枪 软瘫跌倒 流云使 跃江上来 抱了他过去 小船上 扯起风翻 功德王 拉住船栏 双手一拉 啪的一响 船缆崩断 大脚二船 正式分开 张无忌抱拳说道 多多得罪 还请各位见谅 功德王等人眼中 充满了怨毒之意 掉头不达 大船 尘风西去 两船 渐距渐远 胡听的戴起司撤道 贼子赶儿 纵身而起 跃入海中 张无忌吃了一惊 急忙转舵 只见一股血水 从海中涌了上来 跟着不远处 又涌上一股血水 秦克仙 共有六股血水涌上 呼啦一响 戴起司 从水中钻出 口中咬着一柄短刀 右手 抓住一个波斯人的头发 踏水而来 张无忌 往转舵 将船迎去 但那船 船身太大 顾得了转舵 顾不得落番 一时在海中慢慢地打转 紫山龙王在海中 截若犹豫 不多时游到船旁 左手在船边铁毛的 毛爪上一戒手 身子飞起 连着那波斯人 一起上了甲板 众人心下了然 直到波斯人暗藏祸心 带功德王等一干人 过了小船 扯起风帆 作为遮掩 暗放 熟食水性之人 潜到大船之旁 意图凿沉 张无忌等的坐船 亏得紫山龙王 见到船旁潜水人 吐起的水泡 跃入海中 杀了六人 还勤着一鸣火口 正在审问那潜水波斯人 目的里 船尾轰隆一声巨响 黑烟弥漫 船身震荡 如重炮击 后烧上木片纷飞 张无忌等 只敢一阵的炙热 忙意其伏低 戴起司教导 好奸恶 抢到后烧 只见船尾炸了一个大洞 船舵一飞的不知去向 破洞中 海水滚滚涌入 戴起司用波斯话 向那背琴的波斯人 问了几句 手一起掌 将它天灵盖 积得粉碎 跌入大海中 说道 我只发觉他们凿船 没料到 他们近在 船尾绑上了炸药 这时 功德王等人 所称的小船 早已去得远了 戴起司水性再好 也已无法追上 众人黯然相对 束手无策 赵明向张无忌 欺然望了一眼 心想 敌船不久遍及追上 我等当真是 死无葬身之地了 那大海船 船身甚大 一时三刻之间 却也不亦沉默 忽然之间 戴起司 激里咕噜地 向小赵 说起波斯话来 小赵 也以波斯话回答 两人一问一答 脸上神色变幻不定 只见小赵 向张无忌瞧了一眼 双颊蕴红 甚是腼腆 戴起司 却立一声追问 两人说了半天 似乎在争辩什么 后来戴起司 似乎是在 力劝小赵 答应什么 小赵只是摇头不云 忽向张无忌瞧了一眼 叹了口气 说了两句话 戴起司 伸手搂住了小赵 不去吻他 两人一起泪流满面 小赵抽出叶叶地 哭个不停 戴起司 却柔声安慰 张无忌 赵明 周指若 咱人面面相许 全然不解 赵明 在张无忌耳边 低声说道 你瞧 他二人相貌好香啊 张无忌一领 这件戴起司和小赵 都是清秀绝俗的瓜子脸 高鼻雪夫 秋波流慧 眉目之间当真有六七分的相似 只是小赵的容貌之中 波斯胡人的气息 只余下淡淡影子 戴起司 却一见 便知不是中土人士 他历史想起苦头驼 范瑶 在大都小酒店中 对小赵所说的那两句话 真相 真相 原来所谓真相 乃是说小赵的相貌 真相紫山龙王 那么小赵 是戴起司的妹妹吗 是他的女儿吗 张无忌跟着又想起杨潇 杨不悔妇女 对小赵的加以提防 每当问到杨潇和已对小赵 这么一个小姑娘 竟然如此忌惮 此当大敌 他却又语焉不详 这时方氏明白 原来杨潇也已瞧出小赵的容貌 和紫山龙王颇为相似 只是并无其他佐证 又见张无忌对他加以回顾 事已不便名言 至于小赵故意歪嘴歪鼻 苦心扮成仇女模样 其用意更是昭然若揭了 突然之间 他又想起了一件小事 小赵混上光明顶去干什么 他怎么知道密道的入口 那定是紫山龙王要他去的 用意显示在盗取乾坤大挪移心法 他坐过小臂 相伴急于两年 我从来对他不加防备 这个心法他早已看过 此后要再抄露一通 当真一如囊中取物 哎呦 我只知道他是个天真浪漫的小姑娘 哪料到他如此功于心计 我这两年来如在梦中 一直坐在他的湖中 而丝毫不觉 张无忌啊 张无忌 你一生亲信 实受人鱼 今年这小小丫头 也将我玩弄于鼓掌之上 想到这里不禁大事气恼 便在此时 小赵的眼光向他望着过来 张无忌见他眼色中柔情无限 实非作为 心下又怦然一动 想起光明顶上对敌六大派时 他曾舍身相护自己 两年来他细心运贴着服饰 绝不是能事事相惜的 莫非冤枉了他 郑子迟疑 船身剧烈一震 又沉下一大劫 戴起司道 张教主 你们各位不必惊慌 待会儿 波斯人的船只到来 我和小赵自有应付之邦 紫山龙王虽是女流之辈 也知一人做事一人当 绝不至连累各位 张教主和谢三哥 带我一众如山 戴起司这里谢过了 说着迎迎拜祷 张无忌和谢迅急忙还礼 君想 这些波斯人行事歹毒 待会儿定当将他抓去烧死 也不会放过着咱们 坐船渐渐下沉 舱中进水 张无忌抱起阴泥 周芷若抱起赵敏 各人爬上了桂杆 小赵呼向东方一指 哭出声来 各人向他手指之处望去 只见远处海面上 翻影点点 过不多时 翻影见大 正是十余艘波斯大船 鼓风追来 张无忌心讲 倘若我是戴起司 与其身遭火焚之苦 还不如跳在海中自尽而死 然见他神色泰然 毫不惊惧 不禁佩服 他身具四大法王之手 果非寻常 像当年 英王 狮王 狐王 都已是成名的年长豪杰 他以一个妙龄少女 位居三王之上 也不能仅因一日之功而得 自当另有过人之处 眼见波斯群传 渐渐使劲 又想 我得罪珠宝树王不小 既然落入他们手中 也不盼望再能活命 只是如何想个法 护得义父和赵姑娘 周姑娘 表妹他们周全 小赵 小赵 嗨 宁可 你对我不义 不可我代你不仁哪 只见十余艘波斯大船 渐渐使劲 船上炮口 一起对准了 沉船的桅杆 使到离沉船 二十余帐处 便即落斑下矛 只听着智慧王 哈哈大笑 得以背反 叫道 儿等 降不降了 张无忌朗声道 中途一事 宁死不屈 岂有祥礼 是好汉子便武功上决一强弱 智慧王笑道 大丈夫 斗智不斗利 快快束手戴秦烟 戴启斯 突然朗声说了几句波斯话 瓷器 急事严正 智慧王 智慧王一争 也答疑几句波斯话 两人一问一答 说了十几句话 那大圣王也截嘴相寻 又说了几句 大船放下一艘小船 八名水手滑桨 驶了过来 戴启斯说道 张教主 我和小昭先行过去 请你们捎带片刻 谢俊立声道 韩夫人 中处名叫戴你不薄 本叫的安危兴衰 基于无忌一人之身 你若出卖我们 谢某命不足惜 要是损疾无忌豪霸 谢某纵为利鬼 也绝不饶你 戴启斯冷笑道 你一儿是心肝宝贝 我女儿便是瓦石沉泥了 说着 晚了小昭之手 轻轻一跃 落入了小船 八名水手 挥桨如飞 滑向波斯大舰去了 个人听了 他这两句话都是一争 照明道 小昭果然是他的女儿 远远望见 戴启斯和小昭上了大船 站在船头 和珠宝树王说话 自己坐船 却不住的下沉 尾干 一寸一寸的低下 谢君探导 非我族类 齐心必义 无忌海尔 我识错了韩夫人 你识错了小招 无忌 大丈夫能躯能伸 咱们暂忍意识之如 再行事迹逃脱 你肩头挑着重担 中原千万百姓 君探我名叫高举义齐 驱除达子 一当时机到来 你自行脱身 绝不可顾及旁人 你是一教之主 这中间的轻重大小 可要分辨清楚了 张无忌沉吟为答 赵敏呸了一声 道 自己性命不保了 还什么达子不达子的 你说蒙古人好呢 还是波斯人好 周芷若一直默不作声 这时呼道 小招对张公子情深义重 绝不至背叛他 赵敏道 你不见紫山龙王一再逼迫他吗 小招若是不肯 最后被逼得紧了 终于啃了 还假惺惺的大哭一场呢 这时 桂甘李海面已不过仗鱼 海中浪泡泼了上来 见得个人头脸结实 赵敏忽然笑道 张公子 咱们和你死在一起 倒得干净 小招 阴险脚快 反倒不能和咱们一起死 这几句话 虽以玩笑口吻出之 但含义停滞缠绵 张无忌听得甚是感动 心想 我不能同时娶她们为妻 但得和她们同时弊病也不枉了 看看赵敏 又看看周芷若 又看看怀中的阴梨 只见阴梨仍然昏迷不醒 赵周二女 君是双颊驼红 脸上溅着点点水珠 游似小鹿中的鲜花 赵女 灿若玫瑰 周女 袖似之蓝 煞时之间 心中反感平安喜乐 呼听得 十余艘船大船上的波斯人 齐声高呼 张无忌等吃了一惊 凝目望去 只见每艘船上的波斯人 一起拜扶在甲板之上 向着大舰行礼 大舰上 珠宝树王也是扶在船头 中间椅上 端坐一人 倒似是小招模样 只是隔得远了 瞧不清楚 张无忌等惊疑不定 不知这些波斯人在捣什么鬼 秦湖呼喊了一阵 站起身来 仍是不断的叫喊 喊声中 显示充满了欢愉 倒似是遇到了什么大喜庆事一般 过了一会儿 那小船又划了过来 船中坐着的赫然正是小招 他招手说道 张公子 各位请到大殿之上 波斯明教绝地不敢加害 赵明问道 为什么 小招道 各位过去便知 若有加害之意 小招如何对得起张公子 谢迅呼道 小招 你做了波斯明教的教主吗 小招低眉垂少 并不回答 过了片刻 大大的眼中忽然挂下两颗金银的泪水 煞事之间 张无忌耳中嗡的一响 一切前因后果已猜到了七八成 心下又是难过又是感激 说道 小招 你这一切都是为的我 小招侧开头 不敢和他目光相对 谢迅叹道 戴起司 有你如此 不负了紫山龙王一世英明啊 无忌 咱们过去吧 说着月入小船 接着周指若抱起音笠 跳了过去 张无忌也抱着赵敏入船 八名水手掉过船头 滑向大舰 离大舰上有十余帐 珠宝树王已一起躬身迎接教主 众人登上大舰 小招吩咐了几句 早有人恭恭敬敬的送上面金食物 分别带着个人入舱换取十一 张无忌见他所处的那间房舱集市宽敞 房中珠光宝器 陈设着不少真物 刚抹干身上沾湿的海水 压了一声 房门推开 近来一人正是小招 他手上拿着一套短衫裤 一件长袍 说道 公子 我服侍你换衣 张无忌心中已酸 说道 小招 你已是总教的教主 说来 我还是你的属下 如何 可再做此事 小招求道 公子 这是最后的一次 此后 咱们东西相隔万里 会见无日 我便是再想服侍你一天 也是不能的了 张无忌 黯然神伤 只得任他和平时一样 助他换上衣衫 帮他扣上衣钮 结上衣袋 又取出梳子 替他梳好头发 张无忌见他泪珠盈盈 突然间心中激动 伸手将他娇小的身躯 抱在怀里 小招应得一声 身子微微颤动 张无忌 在他阴唇上 深深地印了一文 说道 小招 初时 我还怪你欺骗于过 没想到 你竟待不这么好 小招将头 靠在他宽广的胸補之上 低声道 公子 我从前确实骗过你的 我妈本是总教三位圣处女之一 奉派前来中途 极力功德 以便回归波斯 继任教主 不料 他和我爹爹相见之后 情难自已 不得不叛教和我爹爹成婚 我妈妈自知最重 将圣处女的七彩宝石戒指传了给我 命我混上光明顶 盗取 乾坤大挪一星法 公子 这件事我一直在骗你 但在我心中 我却没对不起你 因为 我绝不愿做波斯明教的教主 我只盼做你的小丫头 一生一世服侍你 永远不离开你 我跟你说过的 是不是 你也应允过我的 是不是 张无忌点了点头 抱着他轻柔的身子坐在自己的膝上 又吻来吻他 他温软的嘴唇上沾着泪水又是甜蜜又是苦涩 小赵又道 我记得了那挪移乾坤的心法绝不是存心背叛于你 若非今日山穷水尽我绝计不会泄露此事 张无忌轻声道 现下我都知道了 小赵悠悠着道 我年幼之时 便见妈妈日夜不安 心惊胆战 遮掩住她好好的面容 化妆成一个好丑样的老太婆 她又不许我跟她在一起 将我寄养在别人家里 隔一两年才来瞧我一次 这时候我才明白 她为什么干冒大选 要和我爹爹成婚 公子 咱们今天若非这样 别说做教主便是做全世界的女皇 我也不愿 说到这里 她双甲红韵如火 张无忌只觉得抱在怀里的郊躯 突然热了起来 心中一动 呼听的戴起司的声音在门外说道 小赵 你克制不了情欲 便是送了张公子的性命 小赵身子一颤跳了起来 说道 公子 你以后莫再记着我了 鹰姑娘 随我母亲多年 对你一往情生 是你的良配 张无忌低声道 咱们沙江出去 勤着一两位宝树王 再要挟他们送回灵蛇岛去 小赵欺然摇头 道 这次 他们已学乖了 谢大侠 鹰姑娘他们身上 此刻 均有波斯人的刀剑相架 咱们稍有异动 历时便送了他们性命 说着 打开了舱门 只见戴起司站在门口 两个波斯人手挺长剑 站在他的背后 那两名波斯人 躬身向小赵行礼 但手中长剑的剑尖 始终不理戴起司的背心 小赵昂然指质甲板 张无忌跟随其后 果见谢迅等人身后 均有波斯武士挺剑相携 小赵说道 公子 这里有波斯治伤的灵药 请你替鹰姑娘敷治 说着 用波斯语吩咐了几句 功德王取出一瓶膏药 交给张无忌 小赵又道 我命人送各位回归中途 咱们就此别过 小赵身在波斯 日日助公子福体康宁 诸事顺遂 说着声音又哽咽了 张无忌道 你生居虎狼之欲 一切小心 小赵点了点头 吩咐下主背传 谢迅 殷礼 赵敏 周芷若等 一一过传 小赵将屠龙刀和倚天剑都交还给了张无忌 欺然一笑 举手作别 张无忌不知说什么话好 呆地片刻 要入对船 只听着小赵所衬的大剑上 号叫声呜呜响起 两船一起扬帆 见离见远 但见小赵敲立船头 睁睁地向张无忌的坐船望着 对